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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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神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亦真实义 愿解如来亦真实义 请翻唱 请翻开大圣妙法尼佛经讲义 第六百二十三页 第六百二十三页 上礼拜我们讲到受祭 现在这个收集品 有四位尊者收集 好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准备 这位就是加瞻眼 这位呢就是加瞻眼 上礼拜呢是讲到虚不提了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加瞻眼尊者 我们来看经文六百二十三页 六百二十三页 倒数第二行 中广正等五百有寻 以金银流离车取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 种花阴若涂香墨香烧香 增盖床帆供养塔庙 过世以后当父供养二万亿佛亦佛如是 供养世诸佛以聚菩萨道 好 这个呢就在讲大加瞻眼 加瞻眼尊者 加瞻眼尊者在佛陀的弟子当中 他是论意第一 论意啊 就是跟人辩论讨论论 论意第一 所以呢他也经常跟人家讲经说法 好 好 那 这个在 在阿汉经里面有提到有一段 他跟别人 好 来论这个 这个法的时候 好 佛师非常在那 他非常善于分别这个法义 好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次外道问他 如果人死了 人死了 他不会再回来 人死了 往生了 不会再回来 那么 那个外道讲 说那么就可以判断 不会有未来生 没有来世 他就用这个来问难这个 这个加瞻眼 问他怎么回答 结果加瞻眼尊者就讲 这个呢 人为什么还没有 就 人死了 不会再回来 那很简单 就好像世间的罪人 就是世间的罪人 犯罪的罪人 被关到牢狱里面 还可以再回来吗 这个是加瞻眼尊者的回答 好 然后呢 他又在问 那这个外道呢 又在追问 那这样子 如果说是上天 如果他生到天上受了 那为什么不回来呢 假设有来世 而且他是升天的话 那为什么他不回来呢 不回来 我们人死间给大家看理 那这个加瞻眼尊者就回答 就好像堕到厕所里面 就是以前古代 那个堕到粪坑里面 堕到粪坑里面 还能够跑出来 那跑出粪坑之后 谁还愿意再回去啊 谁还愿意再回来 好 所以他这个加瞻眼尊者 论法义 他讲的都对哦 如果往天上升 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死后 升到天上去 那么他还愿意再回来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这五卓二世 这是一个很卓的二世啊 谁愿意再回来 好 如果 如果他是往下掉 掉到地狱 就好像 罪人被关在牢狱里面 他怎么再回得来呢 好 这个是 当然这是比喻啊 那如果再回来的话 就是 不是投胎 好 就是 其他种方式 好 那这个是 加瞻眼 他的论意 好 所以呢 佛站在他 善分别法义 好 那么 同样的 他跟其他的 许多成佛的佛一样 都是供养 在因地当中 修菩萨行的时候 好 他都是一直供养 很多很多的佛 奉事很多的佛 好 然后呢 佛呢 在世的时候 就奉事 好 然后用心的修行 佛呢 灭度之后 也给他供养塔庙 供养圣利子 好 种种的供养 好 那这样 以墨香烧香啊 增盖闯啊 这样子供养 好 修福修慧 这些福田将一直种 他才具足 这个 具足这个菩萨道 好 最后他的福报到最后 就可以成佛了 福慧就一直在成长 好 佛是我们的福田 好 那个田有很多种 佛呢 是我们的福田 菩萨呢 也是我们的福田 好 那么父母亲呢 长辈呢 是我们的恩田 恩田 恩人的恩 恩田 好 所以田是不一样 但是呢 都是我们需要去根源的 好 好 这个呢 是在讲 这个嘉山言尊者 那么他未来就当得成佛了 好 我们来看六百二十五页 好 当得成佛 我号曰 言福那体精光如来 应供正聘之 明行足善是世间解 无上是条欲 丈夫天人是佛世尊 好 这个嘉山言呢 他就最后成佛 那么这个佛的名号呢 是叫言福那体精光如来 好 这个言福那体精光 这个呢 在言福那体是一个树的名称 那么这个树呢 当然这个名字是梵文翻过来 那么如果用意思去翻叫圣经 好 书圣的黄金圣经 因为这个树很特别 这个树它果熟 这个果啊 如果熟的话 它的果 结的这个果 熟的话落到水里面 那么它的汁呢 会染染到这个沙子 会成紫金色的沙 好 那也会有比较光 会比较亮 那光呢 会掩蔽日月 所以这个言福那体是很特殊的书 所以叫做圣经 好 那它这个 它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呢 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号 因为你什么名号 跟它印地当中种的因有关系 印地当中 长久来种什么因 它果地上 就感召怎么样子的名号 因为什么因什么果 我们一滴一滴水 一滴米 一粒米 都是前世种的因所造所所所来的 好 丝毫不爽 那所以 我们名字也一样 佛的名号也一样 那也都是印地当中 它种的因 然后最后得的果 那这个圣经光这个佛号呢 它是取它的什么意思呢 是取它迫近这个妄想 迫近我们的这个见识这个祸 然后正得法身 这个法身性如晶体 法身的这个性啊 就像黄金的体 不会坏一样 那么它的智慧 如晶光无人胜者 好 就像金光一样 非常殊胜 没有人能够胜过它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 那么它的这个佛徒是什么样呢 好 齐土平正玻璃为地 宝树庄严黄金为胜 以界道策妙花福地 周平清净见者欢喜 无师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 好 我们看下面一起看 多有天人诸生文种 及诸菩萨 无量万亿庄严其国 佛寿十二小节 正法注尸二十小节 相法亦注二十小节 这个呢 就在讲他的这个国土 以及这个佛呢 他的寿命 还有他的法韵 法韵就正法注尸多久 相法注尸多久 这是他的法韵 我们看到他这个国土 是非常清净的 好 这个国土的清净 跟这些佛 他在因地当中种的因 也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的嘉瞻言 这位嘉瞻言尊者 他因地当中呢 是常常帮寺院去扫地 好 就是扫这个佛的佛殿的地 这个有记载 他是当嘉瞻言在因地当中 他经常打扫这个佛 那个塔院他的地 你扫地 他得到什么呢 面貌端正 见者就欢喜 所以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一个 清净的果报 他是因为种这样的因 故得果之一报严禁 亦见者欢喜 就是说他让佛的这个道场 他看起来很庄严 人家就看起来很欢喜 就很愿意来 好 你把佛的就是 把这个寺院打扫很干净 人家很欢喜来种这个福田 吸引让人家能够 在里面能够很欢喜来 那么他感召来未来生中的果报 就是相貌端正 相貌端正 这个 我每个月都会去一趟这个 石头山圆光寺走一趟 我每次去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个场面 就是石头山去那里 有很多居士在那里扫地 扫地 我看到就很欢喜 我会想到这个故事 在未来生中 他相貌一定会很端正 那帮 那因为那个 这个地可能很久都没扫 常常一个礼拜 那些居士大概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上去 那个落叶都落下来 老和尚年纪也大了 也没有办法去扫地 没办法那么多时间 他们都帮忙把它打扫干净 这个扫地可不容易 地方一大会累死人 真的会累死人 我那个寺庙才小小的 我都会觉得很累 你要是寺院很大 那是真的累死人 这个扫地得相貌端正 所以同样的道理 让我们身心在转变 你各种在 你看在厨房在寺院里帮忙 因为寺院它就是三宝的地方 佛法身都有 那它的这个三宝的福田 都有都有中道 我我们如果说就算不在寺院里 你平常练一句佛号也一样 这个佛号也不就是 也是中这个佛的很正的这个音 那么练那个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是等于把三藏十二部经典 中到心里去了 我们这个林池大师 在他的竹窗水柄里面 有讲到一段小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 有个村落 他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居士 他是念佛 他平常没有常在念佛 但是他看到一个场面 什么场面呢 就是一个老太太往生了 在一个村落里面 一个老太太往生了 那个居士呢 看到这个老太太往生之后 没有几天 这老太太突然附身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出来讲话 用附身的 附身在一个 一个人身上 然后来讲 讲什么什么什么 讲他家里的事情 那他大家都好奇 就围在那个被附身那个人身上 就围在他附近 就给他围着他 在听他讲话 那那个居士呢 因为他平常没什么念佛 那居士呢 就看到这个场面 被附身 就觉得鬼在附身 所以他就有点 要赶快念佛了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忽然间这个被附身的那个 他就跑来 他就突然开口讲话 他就对着那个居士讲 他说啊 如果你这么用功 那何老 你不用怕 就是不用害怕不成佛 最后定可成佛 可以得到 他就那个附身的那个鬼 他就讲这句话 好 然后他就很好奇 因为他是默练 那个居士是默练 他是默默练 默练南无阿弥陀佛 就只是默练而已 他没有出身 他鬼还看得出来 那他就 他就好奇就问那个鬼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现在在念佛号 念阿弥陀佛的佛号 他就说 他就听得很讶异 他还真的知道 因为他默练嘛 他没有念出声音来 所以表示这个鬼 还不是假鬼 所以还是真的鬼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在问 他说你何以得知 未来 那如果这样用功练 可以成道雷 这鬼就讲 因为你念的时候 有光芒会放出来 身心有那个光芒 会放出来 所以呢 他感受得到那个光芒 他就 他就跟他讲这样 好 所以这个念佛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念佛 这个念佛是真的很有他的作用 可是呢 就好像开水 要煮开一样 开水 要煮开 所以我们每次念 常常念 常常念 就好像要煮开水一样 不要常常中断 所以今天念 明天又不念 然后明天 念个几天 又隔个几天 又没念 不要这样 要常常的一直保持着 就好像煮开水 煮 一直煮 一直煮 煮到开为止 不要煮到一半就不煮了 那这样永远 水不会开 要给他念到透 念到透 所以 大家对念佛 他就一定要有这个很好的一个信心 他真的可以转我们的身心 只有好没有坏 只有好没有坏 又不用花钱 就是好好的用心念佛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多有天人 这个讲过了 他的国土里面 当然 一定也感召到 许多的天人菩萨 声闻中 来庄严起过 这些呢 一定也是他过去生 他在因地当中 所结到的善缘的这些 声闻菩萨 那么这些声闻菩萨 也来亲近这一位 言文纳迪金光如来 那么他们在未来 也是亲近很多其他的佛 也继续 到最后 也同样都可成佛 好 所以这都是互相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互相成就了 大家要给自己 要打气 不管如何 只怕不用功 不怕我们也长重 只怕不用功 好 我们来看 翻过来 而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 寄言 诸彼秋重 皆一行亭 如我所说 真实无益 世家瞻言 当以种种妙好 妙好共聚 供养诸佛 诸佛灭后其其宝塔 亦花香供养色力 其最后生得佛智慧 诚等正觉 国徒清净 度脱无量 万亿众生皆为十方 知所供养 佛之光明无人圣者 其佛浩曰 言辅精光 菩萨声闻断一切有 无量无数庄严弃国 这个呢 也是再重 再重新用寄送 再讲一遍 就是佳瞻言呢 供养无数的佛之后 也起七宝塔 然后来供养 佛往生之后 都起七宝塔 这样子的 清净无量的佛之后 最后生他就成佛了 我们每次看到这些都很欢喜 都很欢喜 未来生中 未来生中 我们大家都要同样走向这条路 但是要很用功 因为过去生中 本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 跟阿难尊者 也是曾经是师兄弟 可是阿难尊者 他好多文 释迦牟尼佛好精精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早日成佛 最后阿难还是来护制他这个法 还当他的弟子 所以这个成佛虽然是 当然最后都可成佛 可是这个是有快速 快跟慢的问题 如果很慢又无量节 之后再成佛 那中间又轮回恩恩怨怨的生死 那不是很辛苦吗 这个精进 最近昨天 我们佛多教育基金会 拿一本书给我 我们副执行长拿了一本书给我 就是新印的这个沈安大师的文集 沈安大师的文集 这是我们这里新印出来的 基金会新印出来的 基金会真的功德无量 这本非常好 能够单 大家可以请来看 有单行本出来 那是很好的 这个里面就提到一段 我昨天这样看了一下 我就里面提到一小段 他说这个佛 这个 他劝人家 睡前 这跟我的想法英文一样 睡前念佛 但是他更严格 睡前念佛 念一千声 睡觉前 念佛要念一千声 然后念一千声 然后再躺下 躺下之后 默念 心理默念 默到睡着为止 每天睡前这样 所以是一千声是醒着 准备要睡了 念一千声 然后再躺下去 躺下去之后再默念 再默念 默念就是心理念而已 念到睡着为止 我看到这个很高兴 赶快跟各位报告 你们这样训练会 比较好睡觉 比较好睡 这个现在很多人睡眠 都吃药 吃安眠药 太多人吃安眠药 现在安眠药的销售量 年年都突破纪录 所以我们就是用心给他念佛 现在真的是 大家的压力都太大了 我们来看 看下面 其实这个压力大 主要都是得失心 然后我们不要给自己硬去撑 硬撑 硬去撑 这个 最近有一个居士 他没有很久没看到他 我就说我去打听 我说奇怪 他因为他很算是蛮不错的 他怎么很久没有来了 结果呢 结果是什么样 他说他没有钱 不敢来 我说亲近寺庙不要钱 我不一定要钱 你就来好好的拜拜佛 送送经 供修这样就好了 我又不是会看这个 那后来才想说 原来他去买了一栋房子 贷款压力太重 每天为了那一栋房子 背得好痛苦 我光是为了那栋房子 就背啊背啊背啊 背得好辛苦 日业加班 自己本来的工作不够 又去找另外一个 又多了一样负担 日业加班 看这么辛苦 那其实不用到那么辛苦了 好我们一切慢慢自自然然的去 改我们的是我们的 不要给自己 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那得失心不要太重 这一重就很辛苦 得失心一重 就真的是我们烦恼之来源 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好坏参半 一半一半 真的真的是好坏参半 就算你中热透 也一样好坏参半 搞不好坏来更多 中奖 中奖可能还要 还要坏的可能还更多 很多人都欠我说 师傅你要不要去买热透吧 我说我 我曾经买过一两次了 好像是好玩 经过在那里 再看看说 这倒是好奇好奇 买了一两张都没中 因为佛菩萨 大概也不会让我中 中了也不好 但是我自己是很不太想 就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 我还是喜欢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的 辛辛苦苦的去成长 这是比较扎实 那你因为很多困难 很多问题 那这些困难问题 都是你人生的一个丰富的经验 这个不是很好吗? 如果很顺利 那这样子反倒引起我们很多的交慢 傲慢 这样子 这样子也不好 所以古人都是以困难为朋友 上次我们不是有讲那个吗? 那个 欧一大师十大爱行 那个 阻碍的爱 困难 那个爱 阻碍的爱 十大爱行 以这个十大的阻碍 来当我们的朋友 下面呢 现在收集的是什么呢? 是大目见年尊者 二十四尊 副告大众 我今玉鲁是大目见年 当于种种共聚 供养八千诸佛 恭敬尊重 诸佛灭后各其塔庙高千尤寻 纵广正等五百尤寻 以金银流离车居玛瑙珍珠玫瑰 七宝而成 纵华阴若 涂香莫香烧香 真盖闯 以用供养 过世以后 当父供养二百万亿 诸佛亦复如是 好 这个呢 就是在讲大目见年 他也一样跟他授记 目见年是一定要 这当然一定肯定是给他授记了 他是神通第一 目见年神通第一 阿罕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目见年的故事 他常常都是目见年去看到 看到那个鬼道 然后跑去问佛 说佛啊 这个鬼过去是什么 什么业啊 才会造成这样 比如说有一次目见年 在阿罕经里面讲的时候 他看到有个鬼 鬼在空中一直旋转 一直旋转 一直旋转 转不停 然后很痛苦 那个长相很不好看 一直转 一直转 然后呢 转还不够 还潜行到地下 地上 在那里 在那个角落 阴暗的角落 一直跑 他身心跑不停 不得安宁 全身很痛苦 那这个目见人就好奇 就跑去问佛 说佛啊 这个鬼呢 他是什么 过去什么业 造成他今生这个果报 那佛呢 就跟他讲 他说他过去生啊 就是因为做给人家普卦 普卦 普世之师啊 普世啊 普卦 好 帮人家普卦 跟人家乱指点方向 方向乱指点 让人家走错方向 所以 让人家常常一辈子都 就是 有的听他的话都走错 一走错方向 那是造成很大问题的 给人家乱报一个方向 结果呢 让人家都不安啊 就是 让他整个 整个周遭 家庭身心都不安 所以呢 造成他今生 身心也都不安 在天空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那个鬼啊 然后地上这样飘啊 跑啊 然后不得安宁 你看这个火报是这样 好 这个呢 都是大目见年 大目见年 他 他经常跟佛 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好 当然目见年 他的神通 应该多少 他是 依阿罗汉的层次 他可以看到过去深 也是可以看到蛮久的 当然佛是看到更久 因为他比罗汉的能力更强 好 更 更远 但是目见人 有时候他是为了 要有一个对话 引出 带众生发问题 引出很多的一些 一些开示 来留待给后人 好 所以目见年一样 他用种种的工具 供养八千诸佛 这个八千诸佛 这个八千 有了 后代有些人是认为说 应该是八千亿佛 加个亿 比较 比较可能 好 但是这个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这么想而已 好 都是这么猜测 好 可能在 异文上有 有 而物之处 好 但这个都只是猜测 可能性 好 但这个也没有关系 这并不妨碍 好 我们这个文的前后 好 他一样的供养这么多的佛 好 一样给他恭敬尊重 好 然后佛灭后也起塔庙 好 那这个塔庙也是很高 好 然后又供养他 金银流离车菊马脑 珍珠玫瑰七宝 好 这七宝 然后种花因若涂香 也给他供养 所以这个供养 好 普遣十大院 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普遣十大院 里面全部都是 跟佛有关系 就很单纯就是供养佛 然后请佛常常注释 想办法让佛来人间 来度化众生 然后呢 我们自己要广修供养 又称赞如来 好 然后唱回我们的业障 然后我们这个功德 又普遣回乡 然后唐随佛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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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